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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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挺好 肯定得进去 因为他麦克不是那个收回音的 OK OK 我们今天为大家直播的是一场 代表北京国安实况玩家的这个代表队 对阵我们的天津泰达电子竞技队 也是精进对抗赛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传统项目 今天这边也是来到了白子湾区域的一个场地 有我们的天津泰达支持的场地 有可能在今后的这个比赛中 在七月份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比赛 也在这个场地 但是今天用的是一个小的舞台 我们今天的对阵的双方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双方的今天出场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代表天津泰达出战的将是 由严宏宇使用广马 温健使用法国 顾永利使用马径 徐萌使用西班牙 然后第五个人是领和香使用油文 领和香是他们是泰达经纪队的对照 北京国安电子经纪这边的是 首先出战的是王相博守巴黎 巴黎圣事曼 然后第二个是李青使用曼联 第三个是龙冠使用皇马 第四个是高新使用法国 第五个是天理大哥使用俄国 好 我们也是采用这次 首次采用这个线下比赛的这种比赛模式 大家可以对每个进球有一个很同观的这种详细的去观看 第一场比赛随着一声哨响 看这个球开场 我们看到现场这个诸位声音很大 这就是我们实况足球新下比赛的魅力所在 大家作为一个团体战的话 代表各自城市和俊乐部出战 那么是有非常强的这个运营感和这个代入感 所以相信比赛的场面 包括游戏中的这个比赛也会非常的激烈 对相声学手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看谁能在比赛中发挥出更好的水平 严谣这边也是 这个这个球 这是一个招数 这是我们叫的招数 这是楼梧这个右脚 在右侧脚球用右脚顺足去发的脚球 然后直接去对门将进行攻击 门将是在这个版本有可能会 这个因为手动的这个原因 力量很大 也不能造成自己的乌龙 或者造成一个混乱 你看这球也是很有威胁 反正还有没有继续说完 严谣玉也是刚刚在天津的比赛中 得了个人赛的冠军 所以说是极具威胁的 极具 这个冠军项的选手 看这个球卡瓦尼 登球好球 机会 我们看这个球整个的进攻套路非常简洁 线路也很有效 通过三次传递 就由卡瓦尼做球给林巴佩 在禁区前沿 在这个小禁区前沿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进 机会 林巴佩这脚 禁射也是被 纳瓦斯 神勇地托出来 这个球 林巴佩 这是内玛 刚才是卡瓦尼试图 挑传给内玛尔 打一个身后球 这个球也是被对方 后卫这个判断出去 阿塞罗 开场这段时间 延红宇的 被来自北京的 王相摩选手这边 硬的压制 可能能通过这次进攻 稳住 这个自己的局面 看这个球持塞 很有特点 什么吧 这是本泽马 找出来 这球如果后点是C轮的话 可能会更威胁点 现在是贝尔 这个强点意识 投投能力还是稍微欠缺 但是刚才这个本泽马的处理 还是非常的不错 并没有自己贪攻 而是选择了一个 合理的分球 整个进攻还是非常的有危险 看现在 盐鲁宇对边 这球也是 中路人数过多 但是被对方反断下来 左路 内马尔 强行的一个起球 这个球应该是用了一个 两下圈的这么一个传终方式 可惜是被对方后卫紧贴身体 然后把球断了下来 但是马赛洛 对宠的左路推进 跟C轮两个人好基友 之前在这个欧冠赛场上也是 互有助攻 这个球 又是二人组合 还好 这个球也是 防守站得非常稳 双方 这段时间的攻势都很猛 这边又是C罗 给到马赛洛 是不是一个直塞球 反而在左路插上了非常凶 那么我觉得 其实从现实来讲 需要这个后腰在他的这个右路 也就是在他的左路 也就是巴黎的右路 会有一些 不位 所以我觉得 如果向波这边 抓住对方这个马赛洛的这个助攻 身后的空档 打一些反击 看看会不会更有威胁一些 当然我看目前 向波这边的主要进攻 也是围绕着他自己的左路 也就是对方右路 就是围绕着内马 这个强侧强俭 来进行开展进攻 好 开场现在30分钟了 双方都有一些有威胁的攻势 但是可惜还没有进攻过门 可能第一场的比赛 对于双方而言 都是一个力求开门红的比赛 所以双方还是有一点点紧张 我们看看谁将会为自己的战队 带来第一个进球 现在是摩德里奇 身批10号球衣的中场核心 好 好 在右路 我们看摩德里奇 又回撤拿球 这球也是伊斯科 挑船突然直赛 这个球也就是一个节奏性变化 这就是扬语非常擅长的一点 我们看也是 斯洛罗也是标志性的力量进入 我们在以后的比赛中 将会力推这种比赛模式 卡拉米这是在2018里首次开始出来的 对于我们直播很有帮助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慢动作看一下每个进球 我们看这个球也是慢慢忧估 突然间的一个斯洛 他要插上 然后直接挑船 这个是一个斯洛的反跑 在现实中 我们看斯洛罗也最强的也就是这一项 突然高速启动 摆脱自己盯防了这个后卫 然后瞬间形成抢领后门 这个球可以说是 对于这个 目前的实况系统 包括对于足球理解 可以说跟现实中的表现 非常的吻合 不愧是 冠军选手 现在压力来到了相波这边 看看能不能稳住局势 尽快将比分扳平 现在开场球权又丧失了 现在仍然是 阎红宇这边黄马的这个控球 这个球也是在对方次局之内 有一个犯规动作 好 这是一个长传球 但是这是被对方给顶回来 应该是卡塞米娥在后腰位置上 伊斯科推进 又是固定传 固定 这是一个直塞球 哇 这个球还好是 门将阿里奥拉 沈永江 这个射门扑出 这个直塞球又是 非常有穿透力 像手术刀一般的直塞球 好 这球 塔瓦尼 好球 还好 这球也是对方 我觉得巴黎应该还是 抓住对方马赛洛这边 和手漏洞去进行开展攻势 会更好一点 这球是越位了 南马斯大脚去找C罗 这球也是非常有目的性的 去找自己前场的 最有威胁的这个投球点 好 中路空了 中路没有人防守 这怎么处理 好 这球还有机会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在禁区前沿 出现了一片 非常大的真空地带 这是朋友上一个极大的失误 那么对于像 严肯尼章有经验的选手而言 那么这种防守漏洞 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那么瞬间就能把球 传递到这个绝对的空档 想不过开场 两次机会没有把握住之后 我们看就是二过一之后 一次喝这个位置 马昆尼尔斯不知道为什么完全没有去盯防 失去了位置 然后伊斯科前插之后 分配给了右路的这个队友 应该是本泽马 本泽马也是从容推射破门 这球阿里奥拉实在也是无能为力 刚才也是王小波这边 防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这个肉动 从前被对方的一个二过一 轻易打穿 我们看上半场比赛 目前阎洪宇这边是二比零暂时领先 看下半场这边肯定 向博这边是要有一些调整 其实我觉得 像对阎洪宇这样的冠军期的选手 我的个人觉得 因为 阎洪宇的老颜的这个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包括在国内赛场 目前也是 拿了多次的这个个人比赛的冠军 我非常强的实力和非常丰富经验 那么其实如果想有好的发挥的话 应该多多的注意球权的控制 对于重大比赛当中 球权还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次进攻都要有相对好的目的性 尽量不要给对方太好的 这个拿球的空间跟机会 你看现在在禁区前沿 向博这边的禁区前的防守是有问题的 你看这个球 其实本泽马都有向秦叉的机会 他把哈尔在内部 分路到摩里奇 突文件的变相 这球有机会 连选无一 在禁区前沿 这个对有球队员的逼抢 我觉得有一点点问题 对持球队员缺少这种 预判性的这种上抢 让对方在禁区前沿的拿球过于舒服了 而这球也是 尤其这球对于野鸿女而言 他的精彩之处在于 在小禁区内 其实C多是有一脚胜分的机会 但是他选择了一个 跟中路的二不一配合 直接将对方最后的一个关键员打穿 你看这个球中路摩里奇 其实这次又起小机会了 但是选择仍然跟普登马 作为一个这个 敲墙式的二过一 最后从容的完成了这个射门 总裁也是 没开二度 好 现在阳光队这边已经有三比零领先了 又是一次球尖上尸 这种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可惜就是自己的 整体的防线其实压得非常靠上 然后这种时候的一个简单的球尖丧尸 就会造成对方的反击 非常有效的反击 而且防火队员都不在自己位置上 但是我们看阳光队现在 虽然三比零领先在踢的不仅不慢 这次又录的二过一 早一点围绕这边的去进行攻势 其实更好一点 因为这边的马下落的防守能力 其实是有所欠缺的 这球还好是把球弄回来越位了 这个球处理的有点问题 当然我们看 刚才有个细节是 阳光队控制这个防火队员 直接去拿去防 他向控了这个出球点 结果B的向柏也是只能向前去传 结果那是一个越位的位置 实际上这是一个经验上的 光队上经验上的选择 这也是向柏在直上比较中体现欠缺的 很久下二过一 好 C罗跟伊斯科的配合 这球也是 球权又一次是被 马赛洛拿了下来 现在是右路这边 卡瓦哈尔 就是我们看 阎红宇这边的最大特点的时候 两个内部形成两个三角 如果有战术图的话 给大家去看一下 两个内部两个三角 一般都是三个人的组合 三人组合 二过一 然后去找这个前叉的两个内部的封线队员 好 你回到右路拿球 现在比较到接上了70分钟了 现在阎红宇这边是三倍零赛 哎呀 这个球没有塞呀 跟他其实 卡瓦尼是有一次非常好的跑位 哎呀 这球传得有点着急了 如果能够向中路摆一下 会更好一点 还好这球也是马格尼奥斯 打下来 迪玛利亚在高速差上 这球 非常可惜 如果当时能够给到迪玛利亚 看看这球中路 二过一 好球 好球 像我这边也是 在比赛进到 76分钟时候 搬回一球 其实要充分利用卡瓦尼 这种强壮身体 跟击免跑位 尤其他的这个 二过一跟前叉 还是非常危险 来我这边画面出现点卡顿啊 没来及看这个球的回放 其实也是在类部的一个二过一 将对方的分别打出 成功利用直资球的推进啊 右路 这个二过一也是成功了 贝尔看看中路没人接应 下几下就很深 刚才本泽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往后撤了一步 好 这个非常高 哇 这个球是一个高弧线的角球 滑到了后点的 卡塞米罗 应该是法拉内 可惜这球也是顶高了啊 刚才这个球也是像一道彩虹一样 划过了整个禁区湖顶 又是前叉 C多肉前叉 这球怎么把球卸来 卸得很还可以 但是地席也是钝得非常紧啊 利用对方这个停球一刹那把球球权给拿下 按时柔手转弓转弓中 向前推进的这个 啊 这种大范围的四十五度过顶啊 还是非常危险 我觉得这个 严虹宇这边的那个整体的进攻的阵型啊 包括防守人保持非常好 新的线都是非常完整啊 结果导致对方游手转弓中的这个出球点 是被控制的很厉害啊 几次游手管弓都是被对方直接给把球拦了下来 比较进行到八十五分钟了 拉比奥特 这球挑一下 还好球权 诺茨拿下卡瓦尼 但是向中路传的太简单了 这种啊 就是面朝面对面的直线传球 其实还是啊 非常容易失误的啊 为一些摆脱动作再去传 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啊 这球也是内玛尔跟马利亚两个人 双腿拍门把球拿下啊 九十分钟了 现在我们看江波这边 也是想利用铲球 把球球拿下来啊 就这个铲铲铲铲 那么随着照响 我们也是恭喜啊 南鸿鱼代表 代表这个天津海达经济 首先拿下了 南鸿鲁铲铲铲铲铲底